中国的宋代主要发生在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 此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中 而宋代文明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各个学科的水平均处于世界前列 为什么在中国最鼎盛的时代却没有巩固霸主地位 下面请听先生的精彩讲解 我们下面看宋代以来的世界格局 宋代以后人类文明进入公元后第二个千年 那么从新型边疆民族去部落化成天资脚趾 到后五百年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 孙龙基先生是学家做过一个说明 他说前五百年支配世界的方程式 或者叫文明内在逻辑 是欧亚大草原加草原铁技加东方技术 由此形成头五百年的枪势 第二个千年头五百年的枪势 那么蒙古军队借用东方的火器 庄稼 包括拐子马 毒烟 形成强大军事力 突破世界岛中部 进入整个世界岛贯通的局面 它这期间最大的特点 是不存在任何新思想的成分 文明形态不变 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后五百年 它的支配世界的方程式 是海权意识 加商力驱动 加航海技术 也就是造船技术 罗盘 加火炮 这期间文艺复兴发生 失而复得的地心说 以及后起的牛顿力学 思想文化形态发生变化 文明形态发生变革 人类进入近代史 那么孙龙金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在此第二赛城的暖身阶段 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的身份出现 后来连这样稳操胜券的事都不干 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 我把孙龙基的这个总结 我们可以提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当时真的是世界冠军吗 尽管他表面上看来最强势 第二 中国后来是否能稳操胜券 第三 中国是放弃出局 他是出于自愿 还是出于无奈 我们看一下蒙古帝国 我们要探讨蒙古帝国 我们就看一下世界系统 因为蒙古帝国是近代世界系统的前奏 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个世界系统是亚历山大帝 那么亚历山大帝国在公元前横跨欧亚非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 他的老师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所以古希腊文化对他如软甚深 亚历山大打到哪里 就把古希腊文化传播到哪里 这叫希腊化时代 因此第一个世界系统 亚历山大帝国 起到了传播新文化 或者叫传播远古别致异端文化 前期工商业文明文化的作用 世界第二个大系统就是蒙古帝国 它横跨欧亚大陆通道 涵盖东亚西亚中东和东欧 它使中国的高技术得以传播 并击垮了威胁西欧的伊斯兰帝国 但是它没有带来新文化 因此也没有给自身带来变革的力量 世界上第三个大系统 世界系统 就是近代五百年的海洋文明 由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这就是公元1500年前后 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 人类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那么从经营上看 西欧是亚历山大帝国和蒙古帝国 侵扰的最大收益者 亚历山大帝国传播了古希腊文化 使得古希腊文化最终可以在西欧复兴 那么蒙古帝国主要给西方带来两项收益 这就是东方的技术和东方财富的梦想 第二就是削弱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帝国 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那么我们看一下蒙古帝国的历史作用 元朝 由于蒙古人当时不算中国人 因此在元朝 他把色穆人列为第二种族 他把人分四个别 第一是蒙古人 第二是色穆人 第三是汉人 第四男人就是最中情被侵略的南方人 那么他就打通了东西方的通道 因为蒙古帝国一直打到东欧边缘 从中东地区一直打到环地中海 把整个伊斯兰帝国消灭 所以像马可波罗事件就表明当时的西方人和各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 同时元朝是最不清商的时代 并深化了南宋的海洋意识 大家知道元代 他的军舰 他的海军力量是最强大的 最后在海上面掉了南宋政权 而且曾经侵犯日本 几乎让日本灭国 只是由于一场大的海上的风暴 才使得元朝海军覆灭 所以日本把它称为神风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神风赶死队 都是从这儿来的 而且元朝使得中国的版图 伸展到华南的云南和西藏 但是总体说来 元朝是造成了中华文明和蒙古民族 为西欧做嫁衣裳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突厥民族 因为元朝打掉了伊斯兰帝国 原来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奴隶军的突厥人崛起 同时伊斯兰帝国受伤 也使得对西欧的威胁被解除 同时中国的四大发明 以及种种应用技术 传到欧洲并且全面开花 大大促进了西方近代化的浪潮 但是由此也开始了一个很奇特的两极运动 就是西方世界的开放和中国的全面归缩 它说明什么 就是中国不能借助这个新时代的潮流 是因为它的传统文化缺乏内在承接力 我们把孙隆基的问题再进一步细化 大家看 第一 宋代前后 西方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此刻华夏奠基于唐宋之圣 本当一跃而登上现代构型的社会历史高台 何以反见一衰三劫 那么宋代我前面讲过 从经济格局 政治格局 技术格局处处领先 它当时处在世界文明的最高端 它为什么突然间以此为界点 迅速衰落 第二 宋元已讲 东方势力借助欧亚大草原 达成陆路通道的历史极致 又借助航海技术 最先迈出海洋通道的第一步 泱泱中国何以在占尽先机的优势中 驾然而止 大家知道从宋代的海洋远航 到宋代和明代的造船技术 中国到明代初期 永乐大地的时代已经有正和下西洋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远洋活动 但是呢 这个远洋活动绝没有给中国带来蓝色文明 为什么我们后面谈 大家再看 第三 至原末 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 而西方海权尚未兴起之际 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 但他为何却在关键时刻撒手不管 孙龙基提出的这三大问题 就是中国要理解近代史和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我们看《清明上河图》 张泽端的那幅名作 我们会看到中国民间小市场 小手工业极其发达 中国的工商业文明处形全面具备 可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是什么 叫国富兵强 它从来不追求民富国强 我在讲商鞅的时候曾经提出过 商鞅的弱民政策中 其中有一条叫贫民 它是绝不允许人民富足的 所以它历来追求的是国富兵强 它达成的结果是国富民穷 大家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民穷 不仅仅仅仅是经济上穷 可能到宋代 中国的民也已经不穷了 这里的民穷 穷字主要指国民自由思想能力 和自主行为能力的穷困 也就是国家力量过于张扬 对人民散在的自由能量 给亚裔 这是造成穷困的原因 也就是思想和行为能力的穷困 这才是近代史 中国不能张扬开来的原因 宋代以后 中国近代史一路沿着农业文明 继续蔓延 它最终衰落了 衰落在哪里 代偿不足 现代我国提出民富国强这一理念 其将民富置于国家之前 使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动力 而宋代却用国家机器 压迫民众的自由发展 使得整个国家之力 向内收缩 而非向外开放 这也预示了国家的必然衰落 下面就跟着先生 看宋代以后的中国 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明帝国的倒行逆施 蒙古帝国系统散套以后 世界出现了一种 后蒙古的逆反态势 叫民族主义逆反 它包括俄罗斯 就是从基辅罗斯 到莫斯科公国 最终在蒙古军队撤离以后 俄罗斯才开始兴起 所以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 后蒙古产物 再比如 伊朗 大家知道 伊朗是人类最早的 第一个帝国 叫古波斯帝国 但到公元70纪以后 伊斯兰帝国形成以后 波斯就被消灭了 那么当蒙古军队打掉 伊斯兰帝国 伊朗重新浮起 古波斯重新恢复 这个时候它已经被伊斯兰化了 但是它作为一个过去旧帝国的承接者 它就是在伊斯兰化的世界里 也是独立的一派 什叶派 跟主流阿拉伯国家 逊尼派完全不同 再则 就是后蒙古时代的中国 也就是中国的明朝 大家要知道明朝 朱元璋 他当年建立明朝 是万民欢呼 因为他打掉了一个奴役华人 奴役汉人的政权 打掉了一个外来侵略者 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叫驱除打鲁恢复中华 大家一听这八个字 首先想起孙中山 其实它最早来自于朱元璋 因此朱元璋当年建立明朝的时候 那实际上万民欢呼 中华民族是十分骄傲的 可是明朝 从元以后 完全倒退 它从宋代的开放格局 经济张扬 意识形态放松的局面 完全回退 形成中国社会 一次非常奇怪的逆动 我们看一下 明朝 也就是中华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的一个效果 第一 它虽然容忍蒙古人 苏木人的存在 但下意之防的意识重置 大家知道孔子学说中 有下意之变 非我族类其心必义 这么一条东西在其中 那么明朝以后 再度重新把这个观念 恢复回来 也就是中国的开放格局 开放文化和开放心理 重新回缩回来 到1499年 发生土木之一以后 竟然恢复长城的重建 长城是一个跟其他民族 化割开来的一个封锁线 第二 明太祖 也就是朱元璋刚建立明朝 就开始颁布近海令 这个近海令 后来越来越发展 发展到片板不得下海 也就是任何海边的渔民 都已经不能下海打渔了 到郑和夏西洋以后 它竟然去发展到 连沿海 十里以内的居民 都全部内浅 闭关锁国发展到极致 以至于中国的海禁 跟外界的沟通彻底隔绝 这种闭关锁国的局面 达到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 海外贸易被禁绝 片板不得下海 国际通商都完全变形 它这里发生了几件事情 大家看一看 第一 郑和夏西洋 带两万多部队 他居然在下西洋期间 逮捕了苏门达腊的华人领袖 陈祖裕 然后把他逮捕 得说他是海盗 逮捕回来 最后在国内战杀了 实际上陈祖裕确实也是一个海盗 但是他为什么是海盗 这个问题需要追究 也就是当年中国沿海移民 来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这一带地方 受到当地土著的亚制 当时的移民不得不团结起来 抵制当时土著对他们的侵犯 于是形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军事集团力量 那么郑和夏西洋 走到苏门达腊这一带 是为了跟当地建立良好的朝共关系 我后面会讲什么叫朝共关系 于是应当地政府的要求 反而捉到了陈祖裕 把他杀掉 他不但不保护自己的侨民 反而打压自己的侨民 结果造成什么 随后荷兰人侵入印度尼西亚 残留的中国当地华侨 只好追随荷兰人 成为荷兰人的汉奸 这个事实和这个结果 最终导致上个世纪 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印度尼西亚曾经发生过多次 屠杀中国侨民的事件 最多一次屠杀几十万人 这种民族仇恨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也就是捕杀陈祖裔以后 中国侨民不得不依靠荷兰侵略者 和荷兰殖民者 来求得自己的生存权利 在殖民化以后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 构成民族的仇恨 而且 倭寇变成了 本国人侵略自己祖国的闹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明代近海以后 日本人不断地侵略 明朝的边界海疆 这叫倭寇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是当年近海 沿海地区的渔民 尤其是原来做海洋贸易的人 没有了活路 于是中国沿海的一批渔民和商贸者 原来的远洋贸易者 组成自己的军事集团 一方面跟南洋通商 一方面抵抗中国政府 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倭寇 他们反而雇佣了当时的日本人 组成他们的集团力量 不断地冲击被禁的海防 比如大家名史上都非常熟悉的 像汪植 徐海 以及郑成公的父亲郑之龙 当年他们都装作窝口 或者带领窝口 进攻自己的祖国 为什么 他们实际上是想打掉中国的海禁 建立海外通商贸易 这个东西得不到 才开始不断地侵犯中国的海疆 这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而这种奇怪的现象 跟中国明代的海禁 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三 中国的海外贸易 竟然全被西方人所持有 中日之间的贸易 居然全部由葡萄牙人接拨 也就是由葡萄牙商人做中介 进行中日贸易 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海禁 发展到如何严重的程度 这种倒行逆施 是一个很奇怪的后蒙古中国文化现象 第四 船队固然壮大 但却大而无当 海洋势头见衰 大家知道 我前面讲过 南宋到元朝 中国的海上贸易是非常旺盛的 可是到明代 海洋贸易完全猥琐 我们很熟悉明代早期朱蒂 也就是永乐大帝做过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正和下西洋 现在被高度颂扬 说是人类蓝色文明的先生 要知道正和下西洋 确实带来了中国宋代以后的一系列技术 正和的整个下西洋的这个团队 带领的军队两万八千人 六十二艘战舰和船只 它其中最大的那个旗舰 也就是正和本人所坐的那个宝船 长四百四十尺 横梁宽八十尺 有九个围杆 一只船可在千人以上 它这一只船 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整个船队三只船的数倍的载重量 可是如此大的船队 他出去干什么 他出去去做两件事情 全是政治目的 绝跟经商和现代商业 远洋贸易活动无关 第一 寻找建文帝 大家知道朱棣是通过一个反叛军事 消灭了他的侄儿 夺得了政权 而他侄儿建文帝 最终找不见尸首 所以他怀疑建文帝活着 在中国大陆到处找不见 这是派他的近身太监 正和远洋去出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寻找建文帝 第二 建立朝贡虚荣制度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朝贡制度 现在很多学者把朝贡制度解释为海外贸易 这个解释完全是不对的 所谓朝贡制度 就是周边的国家 远处的国家 你只要承认我天朝是万国之国 尊我天朝为宗主 那么我就跟你建立一种朝贡制度 就是你每年向我进贡 但是你进贡一分 我回馈时分 这叫朝贡制度 它完全是一个政治行为 跟商业贸易行为无关 那么正和下西洋 就是出于这两个目的 进行远洋的 所以这个远洋随后 由于没有经济平衡 所以最终根本坚持不下去 西下西洋以后 从此远洋活动全面消失 然后在被近海弄的民间远洋活动 也全面被禁绝 中国在西方进入蓝色文明的前夕 全面归缩到大陆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农牧业文明 看不见蓝色通道的真正价值 因而无以远行 反倒穷相封闭 宋代以后的衰落 其标征原因是没有把握 航海时代的契机发展商业竞技 其内核还是在于文化的发展断层 夏洁先生将探讨满清政权下的 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状况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